而花莲视觉障碍福利协进会和现议员杨华美共同合作办理的2021 花莲国际身心障碍者日公益特营活动及圆梦计划甄选比赛结果出炉 有多重障碍者张亨佳在社工的协助下获得了第一名2万元的圆梦奖金 将跟同侪一起到丽宝乐园来玩 由花莲现议员杨华美和花莲视觉障碍福利协进会 合作办理的2021花莲国际身心障碍者日公益特营活动即圆梦计划甄选比赛 18日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行 除了放映视障者奋斗心路历程的微电影 也邀请身心障碍朋友提案圆梦 包含去年得奖者分享如何使用奖金捐款帮助流浪犬 以及飞行闪的撞游 鼓励身障朋友勇敢输出梦想 向在场观众拉票 因为他住黎明教育院14年了 然后很少就是可以跟同财出去玩 所以有了这次机会我们就跟他讨论 帮他报名 然后这些都是他自己的想法 他想要去台中 他没有去过台中 然后也要去游乐场所玩 那大家都知道这样子的去游乐场所应该都会被拒绝 所以我们就帮他提案到立保乐园去问一下 他都说可以 就是也告诉我们说他什么东西可以玩 然后因为他也没有跟真的同学啊 或者是说在一起很久生活的朋友一起玩 所以这次就帮他用了圆梦计划 让他可以跟同侪一起出去玩 对不对 那今年是第二年的圆梦计划 那今年的圆梦计划 居然来了六位提案者 那有各式不同的帐别 包含听障、示障 然后不管是智力障碍 或者是肢体障碍那都有来提案 那我们觉得要让更多的民众来了解身心障碍者 跟我们一样都有基本的不管是生活权啊 然后表义权啊 或者是他们的运动休闲权 那我们都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也期待更多社会的民众了解 当我们把他们视为我们一般人 那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所有的不管是人行道也好 公共设施也好 我们都期待更友善 然后不管是服务这些身心障碍者 但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老年生活而做准备 今年六名赴赛者 有视障、听障或多重障碍 最后有因为多重障碍身份 常被游乐园拒绝的张亨佳 在社工协助提案下 获得高票第一两万元圆梦奖金 预计将和好友一起到利保乐园玩 第二名则是因为红斑性狼窗 导致势力几乎失明的陈立纯 计划运用一万元奖金 安排合两个小孩的火车之旅 另外第三、第四名都将运用五千元奖金 各自在明年实现圆梦计划 接着蒋邦彦华联系报导